1. 近日随助商用5G服务,即将在韩国推出。 韩国电信,KT,和三星Senseon,已经为他们的客户,带来了高标准的传输速度测试。 在韩国首尔的电信运营商,KT3.5,即和商用5G网络使用三星GALAXYS105G进行试验时。 真实世界的网速,达到了1Gbps的传输速度。 电信运营商KT表示,到本月底,其5G网络将在85个城市投入使用, 包括主要的国家公路和高速铁路,并计划随后在464所大学、地标、地铁和山区部分地区,增加5G覆盖范围。 对于早期采用GALAXYS105G,将在4月5日正式上市。 作为韩国首款5G手机,韩国本土最高阶的S105G版本机型价格,将会在8000元以上。 本月早些时候,韩国另外一家电信运营商SK电信指出,使用三星GALAXY进行的5G网络,达到了2.7Gbps的最高速率。 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,这种最高的速度是一个峰值,而不是一个保证现实世界的普遍水平。 它是通过同时连线到SK的4G和5G网络来实现的。 所以综上所述,承诺128MB每秒的KT,是更值得信赖的。 这是目前实际得到的最真实的5G网速测试。 因为它真正运用到了5G手机和电信运营商。 那么1Gbps传输速度是什么概念呢? 相当于128ms的网速。 像一些日常的APP、QQ、微信等。 一秒就可以下载完成。 线上追剧,快取视讯也会更快。 对于这个网速呢? 我们是基本感到满意的。 它的确比现在平均2-5MB每秒的4G网络网速快了几十倍。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月初的时候。 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表示。 5G网速将会是4G的好几倍。 下载一部1Gb的高清视线呢? 最快只要3秒钟。 此前也计算过。 1024M除以3秒,等于341M每秒。 所以中国联通的5G网速,是快于韩国电信运营商KT的差不多三倍吗? 这个问题目前没还是有待考证。 期待中国联通尽早推出5G商用网络。 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体验对比。 截止目前,国内三大运营商的老大中国移动。 已经提交了申请撒好难过用5G的拍照。 预计最快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得到落实。 下半年开始投入使用。 另外关于5G网络的到来。 你更希望的它的资料流量资费,是怎样计算的呢? 免责如有侵权。 请联络作者。 本文章由作者欣欣国际原创。 文章部分内容仅仅代表个人观点。 未经许可。 禁止转载到其他平台网站。 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谢谢合作。 很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